贾少爷为保住邱家大嫂的身份 不惜谋害龙凤胎妹妹 眼看事太升级了 他立马选择了B计划 邱志斌虽然胆大妄为 但也是有脑子的 得知自己是司机的儿子 马上实行A计划 迎娶白富美女友进门 一旦身世被揭穿 还有拿赌女婿的身份保平安 邱家也不至于做得太难看 小白花女秘书怀孕了 傅家千金受不了这样的委屈 婚事黄了 元代生意也黄了 坠续计划泡汤 只能选择B计划 选款潜逃 邱老太爷的遗嘱写得明明白白 10%的公司股权交由男孙继承 只有证明贾少爷和邱首义没有血缘关系 邱家就有权向他追讨股份 贾少爷计划套现离场 邱氏并非上市公司 质押贷款难度系数大 金额还少 不划算 邱昊儿是重男轻女观念下的受害者 遭遇了六周铁川类之后 急于证明自己 贾少爷利用他的急功近利 用10%的股份做诱饵 签署贷款合同 总加高达80亿 女主的人设太拉胯了 既要也要 又当又立 赵家太子爷是他的移动取款机 喳喳前男友是他的港湾 一边玩心机耍手段 另一边讲仁义道德 他到底想干啥呀 观众看不明白啊 邱昊儿差点被骗走80亿 关键时刻还得靠前任 喳喳历时酒后吐真言 他才知道邱志斌不是二叔的骨肉 根本无权处置公司骨权 幸好目前只赚了两个亿 他还来不及出走海外 邱家太神奇了 秘密全靠偷听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邱首亦无意间听到小老婆打电话 才知道自己戴了三十多年的绿帽 苦心培养的儿子 竟然是野种 自己反而冷落了唯一的亲生女儿 造谅 不愧是豪门狗血剧啊 后面的剧情让人一言难尽 大总在自己家 被假少爷反杀了 瓦哦 恶人自有恶人魔 自从芷兰下线 电视剧《家族荣耀之继承者》的剧情变得异常紧张 高成是邱志斌的生父 高俊发现邱志斌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 而已经去世的芷兰则是他们的妹妹 这复杂而纠结的家族关系着实令人困惑 高迅的情绪变得非常稳定了 他并没有透露邱志斌的真实身份 相反 他利用了邱志斌的身份来帮助邱昊儿重新回到邱家 这表明高迅一直在调整他与邱昊儿之间的关系 然而 高俊一日努力探寻妹妹芷兰被害的真相 却意外发现了与此有关的线索指向了自己的弟弟邱志斌 当他亲眼目睹邱志斌将芷兰的丝巾焚毁时 他立刻怀疑他就是凶手 更让他震惊的是 在自己的邮轮上 他还意外地发现了芷兰的手机 高俊明白这一切并非偶然 为了保护邱家男孙伪装的身份 他愿意不择手段 正因为邱志斌的事业不顺利 邱守一对他的儿子失去了希望 正如俗语所说 有其母必有其子 邱志斌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 并且急于展开一番事业来证明自己 然而 他的母亲邵家壁的话重新激发了他的思考 为了进入邱家 邵家壁当初可以说是不择手段 他早已知道他怀的孩子并非邱守一的 但还是用谎言欺骗了邱守一 成功达到了嫁入邱家的目的 可见他的心机极深 邱昊儿实在是非常幸运 因为高迅再次伸出援手 将芷兰留下的报告交给了他 这让邱昊儿得以及时止损 毕竟对他来说八十亿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在最初 高迅并不愿意揭穿邱志斌的真实身份 然而 当他得知父亲高成意外去世后 高迅心神恍惚了起来 他得知父亲在去世之前曾经见过邱守一 并且还曾给邵家壁打过电话 这一切让高迅明白其中肯定存在问题 于是 高迅向邱昊儿揭露了邱志斌的真实身份 与此同时 得知真相的邱昊儿也告知了父亲整个事件的经过 为了减少邱家的损失 邱昊儿决定直面邱志斌 希望他能够离开邱家 这或许对邱志斌来说是最好的结局 尽管邱守一已经揭露了真相 他又怎能轻易原谅邱志斌呢 邱守一一直都梦想着将邱氏集团上市 甚至期待着享受林达主的儿媳茶 抱着孙子的时光 看着邱守一在父亲墓前述说这一切 令人不忍心疼及他这位二叔 邱家整体来看 无论是邱守一还是邱昊儿都非常重视邱家的声誉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书职二人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于经营理念 如果不是邱守一过度压制邱昊儿 邱昊儿或许也不会有成为行政总裁的野心 当邱老太爷遗嘱中要求邱昊儿管理好邱家时 他便担负起了更多责任 因此他绝不会容许二叔采取任何不利于邱氏集团发展的行动 现如今邱守一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虽然失去了儿子 但仍然有着像指童这样优秀的女儿 可以说是在人生中得到了胜利 邱昊儿如今在邱氏集团不仅拥有了主导地位 而且他的二叔也不再与他对立 还有堂内指童的支持 结局邱志斌解开高迅虚伪面具 邱昊儿怒甩三巴掌邱昊儿之前一直都很相信高举 毕竟两人青梅竹马 还曾经谈过恋爱 虽然高迅在感情上有诸多不忠行为 但是邱志兰已经解释过了误会也顺利解开 邱昊儿确实喜欢高迅 可令邱昊儿没想到的是高迅瞒了他很多事情 比如钻石商场的真相明明是邱志斌干的 邱首一为了给儿子擦屁股 迫使邱昊儿成为了替罪养 高迅的父亲高成明明知道真相 可就是因为邱志斌是他的儿子 选择隐瞒真相 害得他坐了六个星期的牢 如果不是因为邱家的实力够硬 加上邱昊儿的能力却是突出 否则邱昊儿指不定得堕落成什么样子 而且出狱后因为愧疚一直不敢面对他 给的理由是他没有保护好 邱昊儿现在想来害死是因为明知道真相 但是为了父亲还是选择隐瞒 所以才有的恐惧和愧疚 还有邱志兰的死亡真相 明明高迅发现了一些线索 却迟迟不愿意告诉他 害得他一直被家里人埋怨 说是他故意说出狠话 让邱志兰想不开选择自杀的高迅隐瞒了这么多真相 邱昊儿知道后绝对会跟起一刀两断 两人之间也不可能再去前沿 所以高迅一直不愿意说出 可真相终究是被说出了 邱志兵卷款跑路没有成功 被抓进监狱里 既然他没有好结果 那么所有人都得来陪他 他将所有事情和盘托出 邱昊儿和秋手人越听越生气 没想到高迅和秋手一这么无耻 明明知道是犯法的 却为了一己之私选择隐瞒 甚至还陷害他人 邱昊儿听完真相后冷脸离场 他不顾高迅的解释 直接怒删起三巴掌之后甩袖离去 他永远不会原谅高举 如果他们互不相识 法律会解决一切 很不巧 邱昊儿之前对他动心 而高迅的欺骗让邱昊儿彻底死心 他永远也不会原谅高迅 真怕看到大结局 邱昊儿又和高峻纠缠不清 既然分手了就好好做朋友 之前感觉他们突然在一起就觉得很奇怪 还好大结局邱昊儿答应了李约的求婚 邱姆也终于喝到了儿媳妇茶 一切都是完美的 从开始就十分占李约和邱昊儿的私批 感觉遇见那样好的人 真是没得什么需要考虑的了 邱志斌被警察找到他杀死邱手艺的证据 但是在半路上警车出了车祸 他逃走了 于是他立马去接琳达和自己的妈妈离开香港 这个时候邱昊儿立马去追 并且打电话告诉高峻 邱志斌直接把自己唐姐的车给撞了 然后挟持了他 想要逃走 正在这个时候一辆货车急驰而来 李约看到邱昊儿有危险 立马把他推开 结果自己和邱志斌一起被撞倒了 然后一起送到了医院 还好李约最后脱离了生命危险 高峻离开了香港去了另一个国家 李约和邱昊儿的感情发展得很快 半年以后他终于赢得了邱昊儿的芳心 答应嫁给他 不得不说这大概是最好的结局了吧 坏人受到了惩罚 好人也遇到了另外一个好人 喜结连理 最新更新的一集里 邱手一头偷听邵家必得知自己的儿子 邱志斌并不是自己的亲儿子 而是和初恋高成所生 他十分的气愤 于是跑到自己父亲的坟前哭诉 自己多年精心培养的儿子 确实为别人家做了嫁衣 他一直觉得自己很聪明 可以先下手为强 可以很好地掌控邱氏 可是到头来自己就像是一个笑话 他没有立马向自己的小老婆 告知自己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 而是暗自安排自己的亲生女儿 管理一些行政上的事务 看来他已经做好把邱志斌踢出邱氏了 虽然他有时候是有点霸道 但是他真的还是很在乎家族产业不落到外人的手里 既然他知道邱志斌不是自己的儿子 肯定会让他滚蛋 只不过邱手一在发现邱志斌如此不成器 老是惹麻烦 害人害己 都没怀疑过自己邱志斌 直到他向高成认证了这件事 才知道的自己的小老婆多坏 一个人隐藏了如此大的秘密 当初邱手一说要是邱志斌不是他的儿子 他早就把他踢走了 所以他一直害怕自己的父亲知道这个秘密 当然他暗自也用自己的股权和邱浩儿做交易 想要套出30亿 然后和自己母亲和老婆远走高飞 但是始终只包不住火 被催得邱手一身受打击 最后和他对质 得知邱志斌并不是自己的儿子 于是发生了冲突 最终邱手一被邱志斌给不小心打死了 真没有想到养了30年的儿子竟然是个白眼狼 最后自己还被他给杀死了 只能说一切只是最出噪的年 二叔的下线也真是可怜 他大概是全剧最大的冤众了 大 Lord 大 Lord 大 Lord 三 dead 二 Tak 桢 二 雲 二 感谢观看